你也前来是迷你世界中的野人 他们各个长得凶狠恶杀 而我手中拿的就是能量剑 当我们用能量剑打野人 他们就会受到伤害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能量剑 会落到野人的手中 有很多小伙伴说 野人拿我们的能量剑休息 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错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 野人拿起我们的能量剑休息 他们究竟会不会受到伤害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 见过野人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野人非常的凶狠恶杀 以及彪悍 我们和他对打 通常的情况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被他击败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 当我们点击重新尝试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们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 他们都奇怪的消失了 当我赶到刚才与野人对打的地方 我们发现 他的手中拿的都是我们的能量剑 学姐表示非常惊讶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学姐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野人拿起我们的能量剑休息 他们究竟会不会受到伤害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时的野人手中拿的 就是我们的能量剑 但是他并没有受到伤害 所以迷你世界中的野人 拿起我们人类的能量剑休息 他们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你们知道了吗